山东队以1分的优势成功逆袭了广东队 看来,山东队球迷的狂欢之夜正式来临 要知道,这场比赛可是打得非常胶着 虽然他们在第一节以8分的优势成功领先 但在随后的比赛中 广东队每节比赛都能进一步迫进他们与山东队之间的分叉 直到第四节比赛结束的时候 双方还打成了90比90平手 而且,当比赛被突进加持赛之后 保罗就站了出来 因为他连续投进了两个三分球 帮助山东队提前锁定了胜利 但杜峰就开始叫区 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下面C篮球迷一起来看看吧 相信在这里,不少的粉丝们都想知道 杜峰为什么要叫区 难道是因为伊建联休赛的原因 可通过他们在比赛中的表现来看 他们缺少了伊建联这个高度之后 他们的篮板的确出现了不小的问题 至于说,王涵让吉利莫特与高世炎出战也好 还是安排陶汉林以保罗联手也罢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猛凿广东队的篮下 就算杜峰的手里还拥有着 爱丽丝与张明驰之两名内线的球员 但他们根本就扛不住山东队强制他们的内线 难道杜峰叫区的根源 真的是由于伊建联休赛的原因吗 大家别着急 篮球帝马上就针对此事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接下来,让我们先来看看广东队在鲁越大战中 具体的得分情况 布鲁克斯32分4篮板9助攻4抢断与一盖帽 吴明轩12分2篮板3助攻与一抢断 赵瑞12分2篮板4助攻与一抢断 张浩9分5篮板与一盖帽 爱丽丝8分9篮板1抢断与一盖帽 杜仁望6分2篮板与一抢断 徐杰6分2篮板1助攻与一抢断 任俊飞5分9篮板3助攻与两盖帽 但这也只是得分的情况 山东队以广东队最大的差距 其实就体现在了篮板方面 因为从得分效率方面来说 广东队做的并不差 就算两分球比对手少投了两个 可他们的三分球显然就比山东队多出了六个 但唯一悲剧的方面就是篮板球 就算广东队最擅长的是主推防守反击 以快通战术 但是当山东队将速度降下来之后 并遇到他们的内线的时候 杜丰他们显然就被王涵牵着鼻子走 你说一山东队打阵地战吗 他们有没有高度优势 你说推速度吗 当球先到了山东队的手里 他们必然就会将速度降下来 并主打成功率 所以广东队打得很难受 而且通过这场比赛我们不能发现 除了一剑连高挂免战牌之外 登凡日也并没有出战 这也就让广东队的内线轮转变得更加诸惊见诸 看来当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杜丰显然就有的忙了 因为他发现光自己叫区没用 只有将球队的状态给重新调整回来 并在即将到来的互约大战中 为自己一血浅舍才是正理 要知道 他的恩师李春江 显然也被逼到了熊崖边上 如今的上海的也需要展望 接下来的这场比赛的大胜 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重新启示 这也就让杜丰迎来了新的挑战 但山东队呢 他们在这场比赛中 竟然就将亮剑精神给发挥到了极致 既然广东队的内线优势已经不复存在 那我们就要用自己的高度优势 不断去你们的篮下造杀伤 用不了几个回合 你们的超神状态 就会被我们的内线汉将给冲击的七零八落 可事实证明 王汉的确找到了限制广东队的良方 而且就算一剑连以僧凡日能够顺利参赛 但山东队也拥有着高度优势 因为他们除了唐汉林以及能够特之外 他们还拥有着朱镕正义马欣欣的加持和剑 他们在内线方面并不会吃亏 不过 正是通过这场比赛的胜利 也就让王汉以及山东队的球员们正式启示 因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个奇迹 就算他们以勇士队正面遭遇 但只要他们将亮剑精神给发布到极致 那他们还是能够创造奇迹的 这不 即便鲁越大战被拖进了加时赛 但山东队硬是靠着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势 拿下了比赛的最终胜利 看来山东队也将正式开启他们的逆袭之旅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王汉在当前赛季的目标 B站就是重返前六 因为如今的他们显然已经拥有了这样的底气 不过 恰恰就是通过这场鲁越大战的 也就真正的打醒了杜丰 因为这场势力也时刻提醒了杜丰 不论于什么样的对手正面遭遇 他们都不能有丝毫的大意 不然 像鲁越大战这样的势力就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 可在蓝球地看来 如今的杜丰显然已经惊醒 就算他们球员的状态还并未达到巅峰 但他们在赛场上紧奔的那个险 依旧不能有丝毫的放松 否则 他们也很难在当前赛季冲犯总冠军宝座 而这样的结果 杜丰一定不希望看到 对此 你们怎么看呢